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其实现在房车也不算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儿 我们都知道如果房车有正规的手续 那么也是可以开着上路的 房车不仅可以作为一个代步工具 甚至还可以在里面睡觉 这样的话也很是方便 特别是旅游的时候 甚至还省了住宿的钱 不过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正江一男子自己在厂家里购买了一辆车灯外壳 然后自己装修成了房车的样子 最后他自己跑到正江车管所去上牌 但是民警看到之后 没有给他自己制作的这款房车上牌 因为他自己装修的这辆房车 没有任何资质 而且还比较危险 这辆车私自安装了各种生活设施 看着也是隐隐俱全 但是这辆车的设备非常的简陋 内部多数电源线都在外面 就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他的座椅顶棚 门内板等内部设施 做工也比较粗糙 很多看着都有危险 车主表示他是因为自己在网上 看到有人利用房车旅游的新闻 所以他自己很心动 于是他找了一个厂家购买车辆的外壳 内部的设施都是他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 自行购买安装 这样的话就能让自己满意 而且还能够省下不少的钱 也只能说他自己想的太简单 认为自己肯定能够通过 但是最终就是这样的结果 正江车管所检验科副科长张俊表示 根据盗动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他的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不能上牌 同时他也提醒广大市民 房车并不是被禁止的 但是自己购买的话 一定要购买具有资质的厂家生产的正规产品 这样的话一方面是让自己能够通过省车 最重要的是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